有很多銀行的服務,有存款、借錢、信用卡、貸款、投資等方面 其實每樣都有,還有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這裡除了加幣之外 還有美金的,因為我們跟美國有很多的交往 這些銀行也可以在這些銀行,可以在這些銀行出一張美金的缺乏卡 還有一些銀行的機器可以出一張美金 銀行來說,有利有幣,有的地方就是,現在發展到網絡銀行的地方是很方便的 比如人們很喜歡用e-transfer,這些都是很普及的 但是各位用e-transfer就要小心 這裡也發生過,有些記憶就是,錢突然被人轉走了 所以這方面也要小心去留意 另外,尤其現在,人們都沒有收訊息,全都是靠網絡 有時候人們不看,很容易發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信用卡容易被人盜用 甚至整個身份都可以被人盜用 所以你平時給單的時候,真的要看一看,那些交易是否屬於你 因為到Jay上來的時候,可能那些公司就會跟你說 為何你自己不跟回這些東西 那他又把債券推給你 所以這方面,很多的避免是針對銀行那裡的 所以銀行那些,譬如假的信訊 假的電郵那些,是偶爾也會出現的 但都很容易看到的,譬如你看他的網站,地址又不對 或者裡面的東西奇怪怪的 總之有些破綻就看到出來的 所以有些,我覺得不是想騙你錢的 有些是想破壞銀行的聲譽 所以這些,甚至有些電話打電話 它是某間銀行打來都有的 所以這方面要小心一點 銀行來說,就有很多類型的服務 另外,我的經驗是主要是證券的部分 譬如那些股票、基金、投資那方面的經驗比較多 銀行那邊就比較跟他們接觸多些 因為他們都跟我們的部門有很多密切的關係 就是這樣 Jacky,你也有幾間銀行 我差不多這麼多間都有帳戶 因為有些是商業的,有些是私人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跟這些銀行合作,最好就不要只跟一間銀行 絕對是 怎樣都是兩三間 還有另外,你什麼都貨給三家 就是不同銀行,尤其是推出不同的優惠 比如推出生意信用卡給你分數 或者送錢給你,都試過 你只要在另一個銀行轉錢過來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送iPad、送錢的都有的 有時候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銀行和之前我們剛剛移民的銀行 差很遠 以前銀行是,例如走入匯豐 全層二樓 或者CIBC又是,TD又是 整層就叫Asian Banking 你走進去,懂得廣東話 就直接有一批專人在那裡 先生你考,你過來看來選擇 基本上是不用排隊的 下面那班所謂平民 或者主流人士就在那裡排隊 但是你上去二樓 Asian Banking就不用排隊的 但是現在呢,就反過來 所有那些Asian Banking都沒有了 我知道Norman有事爆發的 不是哦,不是哦 現在我們也有 現在都有 但是我們常常都 又開又生 不是叫Asian Banking 我們現在叫Premium Banking 不是,它叫Private Banking Private Banking 就不是因為你是Asian 或者你說廣東話就有優惠 是因為你的銀行像你的帳戶那麼大 它才會給你一個Private Banking 那個呢,那是很繁衷的 如果在亞洲來的人 在亞洲來說你就習慣了有階級制度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是很自卑 因為你沒有什麼很高級的服務 在亞洲你就不會這麼想的 亞洲來說就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定位在哪裡 譬如你很有錢的那些 可能你是在私營銀行的部門有服務 那你沒問題的 但是這裡來說,在北美洲來說 就很講那個公平或者服務 就是社區的關係 所以這裡來說,它就不會這麼公開這件事 在銀行那裡見到的 對於來說,它是比較隱悔一些的 你說的是兩類的東西 一類的就是Private Banking 就是你的需要比較特別一些 還有你的財富比較多一些 另外就是你講的是一些很專業的商業 很專業的商業 例如像亞洲銀行銀行 就是你香港、中國、台灣的客戶 但是他們做亞洲銀行銀行這個字 就比較涵蓋一些 但是有些是比較特別一些 其實基本上是針對這個 中國的服務 其實是一間間它用的方法 很多人都用回亞洲這個字 另外還有一些是什麼呢 目標是拉丁美洲的 例如墨西哥那邊 還有這個Lating America的部份 其實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譬如我當時在RBC做 它在RBC總行 真的有一層 是專門處理這些Lating America 就是南美洲的銀行的服務 是很有趣的 我去過他們全部都是講拉丁文的 即是說西班牙文 很多錢進來掃地去建房子 是 他們說多一些 亞洲來講 譬如我們香港來的 其實跟著移民潮 當初移民潮的時候 1997的時候很多人來的時候 銀行都察覺都有這個服務 這個服務 那時候由銀行開始 然後我們做證券的部門 開始有一個小小的部門 有一條特別的電話線 一個特別的服務 但是銀行也好 我們證券部門也好 就不想公開公開這件事 他不想影響到別的族裔 為何有沒有別的韓裔 有沒有其他語文的服務 所以我當時在裏面做的時候 親力見到這些 有時候針對市場的服務 有時候又開 有時候又生 有時候開 又生 那現在來說 當然已經發展得很成熟 甚至你看到很簡單 只是ATM機器 又出不出中文 那個已經爭取了很久 那到後來 現在我們在大溫地區 有很多華人 所以你看到很多銀行的機器 其實都已經有了 這些中文的服務 有得選擇繁體和簡體 嘩這樣厲害 那最後 你如果只能選擇簡體 我又不開心 是啊 最好現在要 Richmond的市政府 都需要有一件事 因為現在Richmond的市政府 中文的那些東西 就出了很簡單 哈哈 這樣做成社區的不安 哈哈 其實我發覺 我也經常回大陸 以前 我發覺 在國內的人士 其實他不理會看繁體 是啊 反而 反而 香港來的人 有時候 現在不同 早期來香港人 看不懂簡體 這個 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都看不懂 我到現在都看不懂 只是鄧字和鄭字 我到現在還未懂得睡 哈哈 看起來樣子差不多 我剛剛幾天前才出現過一次 哈哈 到現在還未懂得睡 所以 到現在還未成功 這方面 之前 之前 在Richmond 有人提出這個投訴 那 就投訴去市政府那裡 那他就這樣 寫封信去 CD counselor 那CD counselor 就回覆 就說 我們在加拿大 就是法文和英文 就這樣回覆 就算了 那後來 我就教他 你應該是要回覆他的時候 應該要再三文去的時候 就說 就因為 你現在出那個 中文的時候 你中文的溝通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出簡體的話 但你以前是出了一個繁體的 那你現在出了簡體 就沒有了繁體的 那 就變成了 其實這個問題 就不是單語言的問題 而是造成這個社區的衝突 而這個社區的衝突 是令到有些人 在這件事來說 是不開心 變成了一個 在社區裡面 影響一個國家安全 影響一個國家安全 影響一個市政府的安全 影響二十多萬人的生活 那裏面來說 這種暗勇 會一直累積累積 可能變成一個核爆 那所以這件事 你不可以不理他 但是這個市政府來說 就不知道他有什麼反應 我想他可能也做了一些 簡體的討論 就是說 我們移民進來的背景 是中國來的 還是香港來的 還是哪裡來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看 只是台灣和香港來的 才用繁體 不過新加坡的其他地方 全部都用簡體的 所以他可能用一個 叫做科學化的調查報告 看不到你們對於文字 那些繁體繁簡之爭 是這麼發誓內心 他看不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不是說 只是數量比較 不是說最大的就是 這個問題 因為你出了這件事 產生社區的不安 社區的問題 社區的抗議 就是這件事產生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點 是希望他能夠改變 所以他可能能夠改變 不如全部都不改變 反而好好的 但問題就是什麼 可能他說 就是因為你扔垃圾的問題 你看那些抗議 就是要整個關卡 又或者中文 之前 有一個 都搞到幾大人 上了地區報 就是有一間 Town House Complex 有二十多間 裡面的那些議會 就是那個議會 裡面給了一些國語人 佔據了 然後他們就決定 在那裡開會 全部說普通話 變成有些人去旁聽 那些就聽不明白 他們說什麼 就要求他們說英文 那你知道那些議會 大部分議會 說普通話的人 英語都不帶靈光 變成在那裡 就會造成一個關係 他們就要求那些人 帶翻譯 那些人 那些外籍人士 發生爛賊 說在加拿大 你叫我帶翻譯 應該你們 搞到上報紙 又刊登出來 搞到很複雜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